星星 太緊張 造成了 各位 很緊張 等一下我們凌晨2點 就要開車了 去哪裡呢 我們要去考潛水的執照 啊 我很緊張 因為我們有4個考試嘛 然後我救人又救不好 然後我Equalization也弄不好 所以我真的很擔心 這兩樣在我考試的時候會飄 然後其實我氣又很不足 憋氣的時候又不能憋很久 然後很快又會想要放棄 就是心理壓力的恐懼 一直在阻撓著我 可以給你們看幾個 我練習時候的影片 真的是啊 我自己都覺得 啊 頭好痛 很好 我的記住 鏡頭 我站著 我拉 Brilliant 沒有 我給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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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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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 好 还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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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就是一个why not 去尝试一下 OK 然后 为什么会拍影片也是 没有人可以示范我的紧张感 你知道吗 啊 我们这次考的其实是freedive 其实freedive哦 我不是很有兴趣的 不是我最想要考的 我其实更想要考的是scuba 就是 背着氧气筒下去 可以去到海底很深很深的那种 但是呢 因为猜猜我就很想要去学freedive 我就想说 哎呀 就去跟他玩一下 就陪他去玩 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是应该 一辈子都不会去学freedive 应该是前年吧 还是去年 总之呢 我们就是已经 已经有开始在上潜水课了的 但是我们拖了应该有一年的时间 没有去正式的去考一个执照跟考试 因为 我们几乎去年都在出国 跟我们一起考潜水的呢 其实还有michiyo 他已经不知道去哪个level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是大师级master 就是我跟蔡萨永一直在停留在 连考试都还没有过的那种 就是 还不能自己下水的那种啦 所以我们就觉得 不可以再拖了 我们要赶快去执行他 等一下我们两点 就要去出发 去到tango 我一紧张哦 before that 我是不会记得任何info的 我只是去吧 不然的话我会一直很紧张 然后 开头就让你们陪我一起pack一下我的行李 啊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海的人 你知道吗 我喜欢scool bar 我喜欢去到最深 我想要去捡垃圾 好真的第一次潜水是在绿岛 我们就去完了一个scool bar diving 我们就要去看那些海底世界 哇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在海底是一个很平静的感觉 所以我就要冲在上 OK 你们一边陪我收拾行李 一边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OK 啊 这次我们去潜一个三天两夜而已 呀 别人是四天三夜 因为我们过后还有工作行程 所以我们要提早就是回来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这样子的包包 白装 然后这次呢 跟我们去的潜水呢 有 常有我咯 Michiyo 还有一个是Coco 其实从两年前就 在long adventure那边 学潜水课 那边的教练真的 就是你在做什么不好哦 他都会教到你会为止 然后是给你很专业的知识 给你一个很安心就是 他不会不耐烦教学啊 所以哦 我很开心给他们教啊 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的时候 我喜欢一个定心丸这样的教练 然后给你们看我的red suite 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人 所以我记得我选的是最厚的 这个一定要带 没有带我也是不用考试了 其实我不是装备空 我没有像蔡长勇这么疯 他是真的很装备空 我的话我是 我要活着就好 啊 其实我是一个很怕潜水的人耶 真的 但是还是因为很想要 去突破一下自己 所以我就去了 我的潜水镜 金金 我是选白色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选白色吗 因为哦 方便我在海底的时候最明显 我所有的装备哦 都是很明显的 你是知道我有多怕死 你看我在伤风 我现在很担心的一点是哦 其实我平时我的equalization 都做到很好的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把在最后一次练习的时候 我就做不到 那个耳压 我就完全做不到 就是很痛很痛的那种 哇我想说我真的完蛋了 然后我们自由潜呢 其实哦 它有好像四个考试标准 一个是 Dead Dive 一个是 Rescue 就要救人 一个是你要浅 10米 就是你要下到10米 然后你的equalization 然后还有一个是要有 有20米的长度 我忘记了 真的是一个很混乱的人 他真的是很紧张的 你看我一紧张 我的话就会变很多 然后啊 潜水的帽子 这个呢 其实是防晒用的 它是可以下水的那种防晒用品 哦 哇塞 我一定要吃长风药 长风药 讲到防晒我们就继续我的防晒用品 其实我通常出海我都会选择这种 保护海洋 然后珊瑚这种的 那 Roche-Posay的防晒呢 几乎都有 就是保护海洋 有一些有一些没有 可是你们要记得 就是要买这种保护海洋的哦 一定要哦 我们一些没有保护海洋的防晒 还有一些化学成分 是会对海洋造成污染的 它们固量的话就会死啊 一些珊瑚啊 blablabla的 所以呢 一定要很记得 这种喷雾的 我也是会选择 一种 这是banana board的 还有一种 这个 这是跟我们的教练买的 为什么出海的人啊 脸上会有很多颜色啦 就是用这种的 防晒泥膜 它是更强一点的防晒 然后还有这个 口服的 这是口服的 是不是很少人会知道 呀我也是 因为我的美容师我才知道 诶原来防晒是有口服的 这个口服是我在我的美容院那边买的 我的美容院是Kiteki 平均四小时就要吃一次 一粒就好了 还有这种 袜子 潜水的袜子 这也是很重要的 包包 就是你所有的用具 都要放在这种防水包包里面 本来不想要带泳衣的 可是我想说 如果真的考古好 其实我还有时间 真的可以拍泳照 或者就是 拍一些美美的画面 所以 就准备了一下泳衣 面膜 把用品都带了 毛巾 这种小毛巾 for 上岸的时候披着 不会太冷 啊 我真的是很水 其实我的月经是在明天来 所以我也是提前准备好一个停经药 好 嘻嘻 我的白黄后 我不知道 猜不猜得下 有点满了 我基本上出国都会带它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我会带它都是用量肤 跟修复模式 主要是因为 它真的很快见效 所以 因为你下海水 其实你的肌肤哦 就是这样讲叻 它会很刺激啊 所以 我其实带去 我就是很想要 那个修复模式 有点害怕 随时准备好 诶 还有我的保养品 我等一下 等一下是生风料 不然我明天又做不到 就真的完蛋了 给你们看我一个 吹风机 很小个吧 看多么小个 嘿嘿 开心 基本上也满了啦 没有 还有一个 除毛 呃我 其实 不怎么除 比基尼的毛 不是比基尼线的毛 要想放散一下 就是 其实我每次出海呢 菜场有都会帮我注意 所以我其实 不太担心会走关 我自己会注意啦 但是 菜场也会帮我注意 所以呢 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 要除自己的比基尼毛 所以我有点紧张 but before that 咯 我要除我的手脚 还有脸下毛 女人有点麻烦咯 但是 没有关系 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一点都不麻烦 然后刚好我也是收到 U-Light最新的 U-Light A10 哇 一起来试一下它到底 功力如何 它感觉又更专业了 什么 哇这个是最新的U-Light A10啊 是咧 你看很像Iron Man 哇好像那个 跑了人家变成的群 真的很像Iron Man 准备啊 OK FIT 我看一下 哦 它充电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就是比平时的面积大了一点 其实它在出的时候 我就大概知道 它其实更focus on 就是不只是更focus on 就是对于 比基尼线更improve了 有在这个技术上面 再更专业一点 所以我也是很兴奋 想要try一下 我其实没有tick过比基尼线 我有点害怕 好像很多人都不太懂 比基尼线其实它们 专业术有 刚刚有search它 它们有分 它们有叫V-I-O 你的V部分的毛毛呢 其实就是 你直观比较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这样子的毛毛 呃 比较显露的毛 就是这边 这样子的毛 然后I呢 它是比较内侧的毛毛 然后呢 O呢 其实就是 你后庭花的毛毛 其实V-I-O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我也是感觉 哇 原来有这样的专业术语呢 然后据说 这一代呢 其实延续上一代的 那四个模式都有 就是平面头设计啊 蓝宝石冰点头啊 这些都还是有 IPL技术这些肯定有的 就是它家最厉害的东西 before它们讲 这个是四周见像吗 上一代 这一次它们主打的是一个礼拜就见像吗 之前可能就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它的冰点设计 可能很快就又回温啊 但是这一次呢 它的冰点头的这个设计 会持续在30分钟 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剃完毛了过后 它整个都还是冰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放心了啦 OK 我们要来开机哦 哦 这个声音其实很小而已耶 而且它这边 干热的地方真的 凌出风口越来越大 诶 哦 看到吗大家 它现在不用照着皮肤就会亮灯了 就是它有一个新技术叫双灯模式 就是代表它可以除更快 然后更加的有效 这边有两个按钮 这个开关按钮 这个还有一个叫SHR按钮 开关就很能量就按一下开关 SHR按钮呢 它其实是for一些比较特殊部位 其实也不是特殊部位 就是可能比较需要毛发比较强硬的部位 就是我们的Ambit 还有我们的私密处这边 就是用SHR模式 还有Fast 有Normal 还有高强模式 就是你可以选择三个模式 然后呢 之前不是有那个档位咩 它现在哦 是用detect的 很像 OK我这里是几打 我这里是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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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等一下 哇 不懂拍得到 你知道它这里哦 已经有起雾吗 就是太冷的时候 它会起一个冰的状态 我就奇怪 诶 为什么我刚刚这样碰一下 那再拿上来哦 会有点水水的 因为它这里就是那种冰箱很冷的时候 会出现的那种雾点 还有点水 哇 这是把一个冰箱装进里面是吧 所以呢 我们先try normal模式好了 每一个部位该用的档数 它其实是可以automatic detect的 OK我这里是四档 我这里两档 我这里两档 它会依据你每个部位 诶 可能我这边比较白一点 那我就动了深入一点 然后这边比较可能暗沉 或者是呃 我的皮肤就是可能晒到太多太阳 黑色素沉淀比较高的话 它就会减弱一点 我现在要开始了哦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各位 我忘记有一件事情 我们先关一下 你看它关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关了 但是它会 让整个机器在缓和一下了才关 所以是属于正常的啊 因为我刚刚也是 嗯疑惑了 诶为什么会这样子 before that我们 要记得戴墨镜 因为 我是一个很不乖的人 我每次都会忘记戴墨镜 这次散屏的速度很快耶 我现在刚刚大概六分钟 机器 还算正常 冰点头这里就真的很冰 好来涂替我的脚毛 我们试试看发傻到底发是什么模式 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哦 哇 这个Fast哦 闪屏速度超级不得快 就是你赶时间的时候 你用这个超好用 哇 超快 超快 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耶 我觉得Ulai在这个技术上面哦 真的是越做越好 讲真的 而且它现在跟上一代比哦 它detect的那个感觉又更精准一点 次来我可以更不用看的 就知道我要打哪里这样 出我的腋下毛毛 我们要用SHR模式 哦 我明白它的双灯模式哦 看到吗 它叹叹 我按一下而已 哦 所以就等于它在一个部位射平两次 哇 就等于它更抑制它的生长耶 哇 哇 哇 越来越厉害了 很厉害 其实我真的不用为它着想 因为它每一次都给我不一样的惊喜耶 讲真的 这一次又让我更印象了 哇 我现在 呃 要去处理我的 私密出毛毛 哦 有点紧张了 是我第一次做 去做第一次的时候 我在跟你们讲是什么样的感觉 OK 等我哈 耶各位我已经剃好了我的私密出毛毛 然后也处好了 目前的感受是真的很冰 完全完全没有痛感 我发誓真的是完全没有痛感的那种 很舒服 好我真的不行了 我首先要吃相逢药 然后我先要睡觉 等一下凌晨2点要出发 大概多3小时 4小时 我们海里见 我们到了 吃着餐 我们要上船了 Bag都大力看起来厉害耶 真的很大力耶你的Bag 我们到了 现在要check in 已经累了 就这样讲你一定会pass 不怕才把弄了就关掉 我觉得你会pass 真的吗 睡宝宝不要太累 OKOK 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住宿了 在这么上面 今天天气很好哦 他们讲今天的水也很干净 海矿很好 又期待又怕 好漂亮哦 慢慢的到啦 106 耶我们现在要去集合了 因为我们现在等一下50分要集合 超好防晒 我们都是做好 嗯 今天的vlog 我觉得我啦 因为我很紧张 所以呢 我觉得 下水的部分 我真的有拍到 就好 我真的会害怕耶 我一定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的 所以 等回来 报消息吧 等一下见咯 我现在在 我不懂 我刚刚没有镜子 我现在很像什么原住民呢 没有在打猎的 这个是不会晒伤 还是真的不会晒黑 不会晒伤 可以景象楼图的吗 是可以的 所以它会暖子 哦 蛤 還蠻難吃的 沒有 你有看油嗎 我有用我有用 有啊 okok 塗到很爽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出發去上船 我們的教練們 嘿嘿 上船啦 哇 鞋子 鞋子 耶 鞋子們 我終於剛剛第一潛回來了 第一潛已經完畢了 然後呢 第一潛顯然 你看我這個表情代表 Yes 沒有過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不懂我是不是因為前幾天剛好上風 然後我這個耳朵是閉著的 我們要就是倒立這樣子 拉那條線 所以等於我倒立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辦法做那個 Equalization 可是我正面是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我要找對方式 然後 好我們還有剩下兩個dive 我希望剩下兩個dive 可以順利 經過第一次 因為我是一個 對freedive還好的人 所以 經過第一次呢 我就覺得 會上癮的感覺就是因為 那個目標在那邊 然後你一直達不到 你就會很氣自己 然後就會想很多種方法 到底怎麼解決 你達不到的那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上癮的點在這裡 你是要去突破自己 欸為什麼做不到 做不到 我覺得那個是很享受的 我每次怎樣證明我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會忘記肚子餓啊 忘記吃啊 忘記累啊 這些東西證明我自己 然後我很享受在當下的那個moment 好我們現在呢 要去吃東西 要吃晚餐 然後今天也是 要早點睡 然後要吃藥 啊 可以的可以的 晚上這裡其實蠻美的嘛 哇 你看什麼仙女不到這樣 仙女嗎 我嗎 你不是 走開 生氣嗎剛剛 生氣了發爛招 我現在 發爛招 不應該這樣的 考試過不了的人都會生氣 你看 現在在補課 要補習一下 因為我們兩個還沒有補過 到底我們今天發生了什麼問題 到底為什麼會不過呢 要怎麼樣才會過呢 所以我講會耳壓 我聽阿輝講 你的問題是 水面做一套 水底做一套 對對對 然後 他說到了 我沒辦法做這樣 鏡頭有點熱 哈哈哈哈 他說到的是 尤其是他 當有他做的情況 他會 一直動他的 腿巴 他還在吃東西 他還是在吃東西 他還是在那邊這樣 這個是有一點 走short cut 其實你腿巴 下而開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耳朵還是會開掉 打他現在那種 最好你要先捏腿 你的francer 然後熟掉你的francer francer比較好 你現在肚子在搖 我是可以 我每次都會先肚子動 不要focus在喉嚨 哦我focus在這裡 對要focus在這裡 我看你其實是ok的 可是我就是不腦 你在上面做的時候是這個東西 然後下去做的時候是另外一個東西 不對阿你沒有上 你只是在這個動 這個沒有放棄的 ok 我們先把它改成去我們 然後我們來試看看 這樣要鼻子試看看 我們試看看 okokok 有有有在動 你鼻子 不要嚇我鼻子 耶 我們要下去第二趟了 害怕 哦今天天氣很好 希望我成績一樣好 嘿嘿 嘿嘿可以 我們現在要出發了 真的認真的出發了 各位等我要好消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报告 今天自由钱的成绩 常有勉强通过 低空飞过 书森 下次加油 书森 没有办法 我突破了 我突破不了心里那关 对 书森就一个代表时候 爬在上面 调整一个东西调很久 然后我就奇怪 假如等了十分钟我就算了 书森过我去拿 那个相机拍你 书森 流淋淋了 她眼睛红红 真的是怕 那个幽为这样子 然后她戴这个面团 后来我看你这样子 他不敢讲 他应该给你时间 应该是 所以为什么你分下不去 怕紧张 怕也是 怕自己做不到 就是怕自己压上来 就是做不到 你怕那个结果 你就会等很久 你就会 我需要准备很好 然后下去 你记得我讲过 你每次觉得吸气 吸不够 你不想下 对 我只要我的 我的气没有吸到 很好 我是不会下去的 所以这也是 我很难的点 因为我很难憋气 很难去承受那个 憋气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会 在上面的时候 我会很久是因为 我一定要确保我的憋气 从肚子到上面了 顶了 我才下去 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个 我就要重来 所以我 第二个dive 很久是因为这样 嗯 因为实际上花了 很多很多时间 在做调整呼吸 因为讲真的啦 使你 其实不用这样多呼吸 其实我只会吸到 肥包 然后我就硬下去了 然后也是给上来 所以其实你可能顾虑多吧 不是 是我很讨厌 我没有办法 是一点点 因为我讨厌憋气的那个感觉 那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我 讨厌我自己没有气的感觉 所以我不可能做憋气 一般我就下去了 没办法做这种 是这样的事情 好的一点是 我又比上一个dive 突破一米 最后是多少米 最后是8.1米 差一点点就破关了 要不是我们明天工作 明天dive4 dive5 他应该就过了 我也是觉得 如果我还有多两个dive 我应该可以过 工作呀 没关系 我们下次可以再来的 嗯 然后也幸好啊 Long Average的教练都比较 讲真的有耐心啦 一位教练他们在那边等的时候啊 我其实就有点开心了 输生还不要下去等什么 我就过去看 后来他留一类算了 教练真的是很有耐心哦 我是最后一个dive才这样哦 我前面哪里有 前面也是满吗 第二个dive是满 有个满 没有 第二个dive9罢了 可是第三个dive 哪里有满 最后有多满哦 除了最后一个要结束的时候 真的是很压力 然后我每次要下去的时候 我又要哭哦 你哭了哦 你的心力就高了 啊 你的心力一高 然后你的气又下不去 OK 我又 我就让我自己先哭 哭了 OK 我放手 我再带回去 一带回去要准备下的时候 又要 又想哭哦 然后我又拿下来 一直重复 至少重复了三次 我有看我的表 我在水面上30分钟 三个小时再上位 其实我觉得自由解释一个 很好去 你要很突破 调整你心态心情这个东西 对 要很浓很浓 抗压 也不是抗压 你没给人点压力 不是抗压 挑战啊 这个是我觉得它最有media的地方 就是很多 我们平常不会做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个运动可以用的 我是还好啦 因为 我本身是不喜欢别气的人 对 是不是去学 非得是因为我啦 因为我想学 然后他才会出吧 我平时我的气也不是很够啊 就是我可能久不久 我就会这样子抽两下 然后久不久我又要这样子 就是可能一天里面可能有抽三五次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我很讨厌我自己没有气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对我来讲啦 他是把它想的太浮寰 因为他平时之前在泳池训调 别寄给别人酒一下 没有 一分半吗 一分半是唯一一次的 有几次啦 一分半 一次而已 我一次了 我是那一次才过的 就那一次他们才让我过 我没有别过几次 真的没有 但是我觉得别气这东西 很多东西啦 是以为你做不到吧 以前我也是气跑的嘛 我都没有跑步 我跑步一定吃蛇了 但是我可以不要两分钟多 真的是一个挑战啊 我觉得你要去看他讲 突破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dive有 因为我之前别气 我不会让我的这边抽 可是这次有抽 有抽啊 有 还是浓 但是还是很讨厌那个感觉 我真的是很不喜欢那个感觉 我就会很想赶快上来 所以导致我也是不成功 我其实比较喜欢Skuba 我喜欢离地面 可以在那个环境待久一点 就是很安静的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但怎么样 还是要把这个beginner考过啊 不要浪费教练心血 因为毕竟我们这样是一堆饿嘛 所以我们每下一次就要每下一次 所以我们如果一个dive下七次七次 他要下去十四次 其实蛮可怕的事情 而且你想让我们三个dive都是这样 所以他要下无敌多次就是 重点是他们也很有耐心 我们没有讲 我们还是讲什么错过了 就是每次都在看我们哪里东西做不够 对 哪里怎么为什么不可以 哪里有问题 你哪里有问题 我才有办法解决 选对教练也是很重要的啦 不然我也不可能下八米 我讲真的 我觉得教练只要有一次不耐烦 他就影响你整个人行不行 对 三个大概还一次都没有 不要讲完全没有这个动机 就觉得他们真的耐心太好 嗯 如果他一次对我不耐烦 我应该 苏森是会摆脸色 然后他就不下去了 不会 我会马上哭牙开 哈哈哈 我怕的要死了 你还 你还一直逼我 我会很可怕 所以真的 大家可以 我已经体验过了 像我这么怕的人 我已经体验过了 其实苏森比我想象中的好 我们想象中的去到八米 这个真的 因为每次在勇生练习的时候 我跟Michelle和她 她是那个最怕死的 啊 我是最怕 但是她明明有着很好的天赋 因为她的equalization 我和她的everything 出了 我面前你只有equalization好不好 是之前好 现在不好 我不懂为什么 主要真的是心态问题 你要调试你的心情不好 可能也练习不够 对 我们本身也练习不够 我们隔了一年 才来考 才来练习一次 我就考了 你一次 我两次 然后我 最后一次的equalization 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 但是很多东西是泳池做了 出海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是要出多几十海 才能够 主要是我们这次也只有三个代 你看到时间 时间 如果多两个 我maybe 我可以成功 不是maybe 是一定成功的 而且我觉得 潜水好的一个点是 如果对我来讲 我不会累 我就 还蛮enjoy在海上的那个 moment 所以你看 苏生 她根本就可以憋气很久 她不一定会来 还有体力 这是有体力的 象征 对 其实我觉得 我是可以憋气很久 没有每个人都这样 我也是觉得 我憋气很久 可是我每次 一下去的时候 就是因为一些 只要有一个念头 你就会上来了 对 但是其实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氧气的 对 所以我讲这个是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要死的时候 你觉得你快要死的时候 你还有70到80的氧气 是在你的肚子里面 所以她很多挑战我觉得 真的 好玩 不好玩 好玩 不好玩 我觉得挑战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不好玩 等我败不复活吧 嗯 那苏生生去赶Scooba课程 对 因为我们多两个月 会去Scooba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想要直接考Scooba 骗了她陪我学Free Dive 现在要陪她一起学Scooba先 对 大家如果真的 想要体验一下 这边的教练真的很好 因为我也有听说 其他的教练 不专业又不好了 我们的教练讲 有些教练 成熟 烂鱼成熟 他的神度还跟米奇欧一样神 嗯 所以哦 我很喜欢这边的教练是 我只要做不到什么 而且他们在海里 也可以看到你到底什么问题 去解决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就是来 你可以当下就改变 我觉得这真的很 很专业 主要也是 耐心的问题 真的很好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 跟我们进海里玩啊 maybe我们有一天可以一起 因为他们常有 很多团啊 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其实都有 那我下一支 那我下一支影片是 爱不复活 free dive ok bye before that 我要去scoop了 大家 我会常常常 拜拜 哎呀 给你们看 这就是太紧张造成的 你看我这里有一个浴槿嘛 应该是我捏的时候 可能捏的方式太近了 所以我 没有一个浴槿在这里 好我现在要去卸妆了 哦不是卸妆 是卸这个防晒 这防晒是海里的防晒哦 超好用的 如果你们要买 嗯 看我story啊 我会分享的